各位同學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參加強制執行的課程 上課之前 不管是現場有來的 或者是看片的同學 我們先跟大家做一下說明 這個講義 講義會有上下兩側 上課部分 以黑板上的體系架構為準 講義的部分 我會輔助帶你看一下 一些實務見解 這是第一個 然後接下來第二個 因為這個課程 主要是律師司法官以外的考試 大部分是以真倫體考試作為主軸課程 所以在做應該是要考試律的吧 對不對 是嗎 是嗎 應該 還是 大部分如果你是要考試律的同學的話 這課程對你的幫助 不會沒有 你放心 但是呢 在過程當中 如果你聽到那些假說義說比說的 對不對 你只要記實務見解 因為選擇題就是考實務見解而已 只有考實務見解 好 那大概是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模式 所以這個課程是以真倫體為主 然後呢 如果再再來一次 如果施列選擇體的同學 你之後如果看到假說義說比說 你就以實務見解當作是你記憶和學習的主軸 這樣就可以了 那你以實務見解當作你記憶的主軸 以後你出去辦 考上律師去辦案子 也是以什麼 也是以實務見解下去辦 下去辦 那至於教科書的方面 就這麼一本 從我念書到你們念書都是哪一本 哪一本 張登科沒有錯 從我的老師他們念書就是張登科 我念書還是張登科 你們念書還是張登科 哇 那個橫跨三個世代 三個世代 那本不用講 那本就是去買 不用懷疑 不管你以後 你如果不從事法律工作就算了 你如果要從事法律工作 不管你的考試 什麼執行員 執達員對不對 你以後也會遇到強制執行 然後你是律師 你替人家打贏訴訟 接下來人家跟你說 大律師 那他錢還不還我 那我要怎麼辦 你就說 就申訴決定判決拿去 謝謝 再聯絡 欸 看在還可以再多搜一個案子 幫他做強制的份上 這個東西你好好學習 好好學習 那這一顆 這顆實務性很強 這顆實務性 他理論性的東西 徐世煥老師開展的比較深 其他的大部分是實務性的東西 尤其他的考題 實務到你會讓你受不了 就是他根本拿實務上當下發生的事情 來什麼 來當做考題 有一些三等的會是這樣 那如果你是考三等或四等 深論題的強制執行的同學 你記得上課有附實務見解給你的部分 你要特別做基 那你如果是考思慮選擇題的同學 你有參加這個課程 或你有看這個片子的話 我也提醒你一件事情 你還是要買張政課長射書 有空來看一下 也要注意實務見解的部分 好吧 那我們廢話不要多說 趕快來進行我們的課程 我們課程 這強制執行 東西 還不少 好 好 那這個強制執行 強制執行的部分 來 好 來 我們先來跟你談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法律的體系 在我們法律的體系當中 在大陸法系 你主要分成公法和司法 先有司法 而後才有公法 先有司法 而後 法國在1789年大革命之後 為了保障人權 特設立了一個行政法院 專門處理 國家和人民之間的紛爭 所以形成了二元的訴訟制度 二元訴訟制度 那小弟是以公法起家 大家都知道 那說老師 你怎麼會來繳這個強制行 不是來繳 這個東西我在學校 教了十年了 教了十年了 學校 學校叫我去教強制 然後呢 有個姻緣機會 就問我說 要不要加強制 我說好啊 那個 蠻實務的 你當律師 你不會強制 你不要告訴我你是當律師 除非你說你都不接民事案件 除非你覺得錢進來 然後你說出去 走開 除非你要這樣 否則的話 這你一定會遇到 你會遇到 好吧 那我們先談一下 公法上 我們由公法司法來對照 公法上 公法上和司法上 司法上 我們以民法 我們用民法 去規範財產上的權利無關係 權利無關係 然後呢 我們用什麼 用了財產法 民法規範財產和身份的權利無關係 規範財產和身份的權利無關係 那為了 為了什麼 在我唸書的時代 民法規範財產和身份 然後呢 怎麼樣去實現 去確認財產上和身份上的權利無關係 透過民事訴訟法 我唸書的時代 民事訴訟法有一個單元 叫做人事訴訟 那現在呢 人事訴訟刪掉了 割出去 另外弄一個叫什麼 家事事件法 讓大家讀得哀哀叫有沒有 那個真的是很殘忍 所以現在財產上的權利無關係 透過民事訴訟加以確認 然後身份上的權利無關係 透過加事事件 加事 加事法 加以確認 那權利無關係 確認完之後 要什麼樣去實現 要實現權利無關係 民事訴訟法 接出來就是什麼 強制執行法 加事事件法這邊接出來 加事法 我們的加事法有加事訴訟 加事費送 還有強制執行 可以嗎 有加事訴訟 加事費送 還有強制執行 這是我們的加事法 這是整個我們什麼 我們民事的法律關係 它的一個什麼 它的一個規範所存在的狀態 規範所存在的狀態 那我們談的是這裡 我們談的是這裡 這課程沒有在跟你講什麼 加事的強制執行 沒有 強制執行法主要是財產上的部分 可以嗎 你們如果你學民事訴訟 有學到加事事件法的話 加事訴訟 加事費送 還有加事執行 加事執行那一塊回過頭 會準用很多規定 會準用強制執行法 那你稍微再留習一下這一塊 那與司法相對的這個公法 公法去規定 權利義務的就是 由個別的行政法規 由個別的行政法規 去規範人民在公法上的權利義務 比如說所得稅法去規定 納稅人的納稅義務 兵義法規定義難的兵義義務 可以嗎 那權利義務確定之後呢 確定權利義務有了之後 那我們是透過什麼 行政訴訟法 去確定彼此之間的權利義務 好 去確定彼此之間的權利義務 然後呢 執行的部分 來你注意 在我們公法領域當中 執行也有行政訴訟法 有用行政訴訟法 有用行政訴訟法去執行 有用行政訴訟法去執行 好 那還有一塊 公法裡面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是 行政機關依據公法的規定 設定權利義務給人民之後 設定權利義務給人民之後 直接拿著行政訴訟法來依據行政执行法的規定 強制执行 所以公法的执行機制有行政执行法案 行政訴訟法304條以下 有關強制执行的規定 好 以上 這是我們的整個法規範 它呈現的狀態 黃色的部分是權利義務 綠色的部分是實現權利義務的法規範 可以嗎 然後呢 橘色的部分是執行 去把權利義務 給執行出來的執行規範 可以嗎 實體程序執行 可以嗎 實體規範 訴訟法程序規範 這是執行法 執行的規範 這是我們部分 然後圈起來就是 我們今天課程所在的地方 我們課程所在的地方 好 那這個部分 強制执行法 好嗎 好 那沒問題的話 那我們就開始 這個給你整理一下 你不整理也沒關係 我只要告訴你說 我們這課是在幹什麼 來 我們接下來來看 強制执行法 好嗎 強制执行法 好 那我在談強制执行法的時候 我在談強制执行法的時候 如果你有上過我的功法的話 我告訴你 我在談民事法 我切入的角度會按功法不一樣 你說老師廢話當然不一樣 我談的方式不一樣 怎麼樣不一樣 一般同學強制执行法會學不好 是因為實體法上的民法 很多權利有你沒有釐清 以及訴訟法接過來的概念 你沒有接好 導致強制执行法 你會哩哩哩哩哩 那我在講 我在講強制执行法的時候 必要的時候 我會從民法接民宿 然後再接強制 整個民事法的脈絡 整個跟你講 這是我教強制的一個特色 從民法帶到民宿帶強制 當然我不是要跟你講 民法還有民宿 我是要從民法民宿接到 強制执行來跟你做介紹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強制执行法 強制执行的序論 強制执行我分成序論和本論 本論再分成總論和個論 序論的部分 序論的部分 就是同學們講義第一頁以下 我們來跟你談第一頁以下的這些內容 來跟你談強制执行的概念 好 強制执行的概念 好嗎 好 來 那麼有關強制执行的概念 在跟你開展裡面的體系內容之前呢 有個東西我提供給大家 然後這個東西也是我未來 建立強制执行 不只強制执行 我每一課的教學內容 都是用這個邏輯方式去做建立的 好 那提供給大家 如果大家有上過我的課 或上網爬過我的文 我筆記很多 可是我筆記很多沒有錯 但是我的筆記都是用體系架構構成 所有體系 裡面一定存在思維 沒有思維的不叫體系 那叫畫圖 好 那我這裡面的體系有什麼思維呢 來 先跟大家做一下介紹 然後你可以把這個思維抓起來 當作是什麼 念法科的起手式 好 來 接下來這個 你寫不寫也沒關係 我先拉出來 那個等一下再講 接下來這個 故事從邏輯學開始說起 邏輯學的學者告訴你 邏輯學的學者告訴你說 人類面對這個世界 面對這個銀河 面對這個宇宙 它的五官面對外境 面對外境之後 它會開始慢慢探索 慢慢探索外境 就像同學們 家裡有沒有小寶寶剛剛出生 他會睜著大大的眼睛 然後把耳朵都竖起來 好竖起來 你會發覺 他用力的想要用他五官的知覺 去探索這個世界 好 那人類也一樣 人類用他的五官知覺 去探索這個世界的時候 他要怎麼樣去了解這個世界呢 他會怎麼探索世界 如果是嬰兒的時候 嬰兒怎麼探索 嬰兒他會去摸 然後摸到髒東西 手就會被媽媽打一下 你說好痛 不能摸 然後媽媽就說 那個是垃圾桶 賦予那個東西定義 以後嬰兒就知道垃圾桶不能摸 垃圾桶不能摸 垃圾桶不能摸 好 摸到媽媽的香水 聞起來香香的 媽媽說那個是香水 他就嗯 他喜歡這個味道 以後他就會去摸香水 那人類一樣 人類的五官跟外境做接觸之後 他要探索這個世界的時候 會對於他所接觸到的外境 賦予一定的概念 賦予一定的概念 然後呢 賦予一個概念 給他一個概念 比如說這個東西 我現在敲的這個東西 我現在敲的這個 我給他一個概念叫東西 我進一步給他一個名詞叫黑板 可以嗎 黑板 然後呢 我現在拿了這個 這個 你現在看到的 我在搖的 我先給他附一個名詞叫這個 然後這個是一個東西 這是什麼東西 這叫粉筆 這個概念 我們會 會怎麼樣 先用 內涵的方式去了解它 還有外延的方式去了解它 內涵的方式 就是針對這個概念去 賦予它定義 這個 給它一個定義叫黑板 可以嗎 然後我們外延的部分 就是會將概念做類型化的動作 人類 不管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 針對一個概念 針對一個概念 先賦予它一個定義 然後呢 再透過類型化的方式 慢慢去什麼 深入的了解這個概念 就像探索宇宙忽然發現 一個區塊它會一直吸東西進去 東西進去 就怎麼樣 就出不來 給它一個定義叫什麼 給它一個定義叫黑洞 不是嗎 給它一個定義叫黑洞 好 那定義完什麼叫黑洞 進去的東西有進無出 然後所有東西都被吸進去 吸進去之後 那裡面什麼不知道 然後呢 外延就是將黑洞開始類型化 類型化 透過類型化的方式 逐一的去了解 了解 什麼叫黑洞 什麼叫黑洞 那是什麼狀態 這是自然科學這樣 社會科學這樣 法學者把人家邏輯寫的思考概念方式拿進來 你會看到 這在每個法律概念 我們教科是不是都會給它下定義 然後定義完之後 都會給它做類型化的動作 所以定義和類型變成是 你念任何一顆起手式 所不可或缺的部分 而這兩個東西 剛剛 這兩個東西 定義和類型 至少是人類對外界探索的起手式 法學者把人家拿進來之後 第二個步驟 在類型這邊 他進一步細分 他說如果某一個概念 可以分成AB這兩個類型的話 那麼法學者進一步會去探討 AB這兩個概念 它類型的區別標準 以及這兩個概念的區別實意 他會針對這兩個概念去做區別標 去有它的區別標準和區別實意 如果我們畫個圖來看的話 這是概念 這圈圈是概念所指設的範疇的話 我們拿著黃色這一條線 將概念 分成A和B A在法律上可以怎麼樣 B在法律上不可以怎麼樣 這叫區別實意 可以嗎 法學者把人家的概念拿進來之後 進一步會 把概念用區別標準和區別實意 進一步去建構它細部的內涵 這是法學者對於概念 進一步建構區別標準和區別實意 而這個區別實意 往往會反映在法律條文當中 或者實物見解當中 那就覺得你要特別注意 然後再來 法學者覺得這樣還不夠 他進一步針對概念 弄了兩個東西 弄了兩個東西 是其他社會科學領域所沒有的 哪兩個東西 針對概念 他會建構概念的什麼 構成要件 以及符合構成要件 或不符合構成要件之後 會有什麼樣的法律效果 然後透過概念的構成要件和法律效果 定成條文 反映到條文當中 這是法學者 把它弄出來 這是法學和其他社會科學最大的不同 就是在針對概念 會建構要件以及符合 或不符合要件之後 會有什麼樣的法律效果 會有什麼法律效果 好 所以你會看到一件事情 任何學科 任何法律學科 你至少掌握定義類型 要件效力 這絕對不是你打開條文 第一條在那邊背 在那邊啃 我們大一的時候 如果在座法律系的同學 他們大一怎麼念書 那些學長姐害死我們 對不對 買一堆厚厚教科書 放著都不念 對不對 然後打開第一條就說 開始背 民事法律所謂規定者 來 接攏 一習慣 無習慣呢 依法理 我們就在那邊背 有沒有 來 刑法第一條 是不是法律系的 不是喔 來 民事所事 不是 行為之處罰 以行為時之什麼 來 接攏 你不是法律系的嗎 行為之處罰 以行為時之法律喔 沒人規定者違憲 不是嗎 奇怪 你背的和我背的不一樣嗎 沒錯吧 沒錯 你在背這些鬼東西 背起來好了不起 回去朗朗上 背起來之後覺得 好像走入自己有風這樣 哇 非常厲害這樣子 不可疑的樣子 回想起那時候的自己真可笑 跟笨蛋一樣 為什麼 法條是哪用 不是哪來記的 你要怎麼用 你要把概念透過定義類型 要件效率掌握住之後 再由這個觀點去切入法條 你才能夠精緻的去掌握住 法條的適用範圍 那我們在念的那些什麼 假說與說並說 學說見解 實物見解 那個只是法律的一部分 那不是唯一 那不是絕對 那也不是所謂的重中之重 構成要件可能有三個 可能在每一個構成要件當中 有一個小小的真點 那個真點有肯定說否定說 有實物和學理的對立 就這樣而已 重點是整個架構在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東西給同學 給同學 這個東西 我大一的時候我也一樣 我念法律系的一樣 要件效率在那邊 玩得跟真的一樣 你知道嗎 在那邊被 被少 被條文 被學說 那個都不對 不是說叫你不要做那個動作 那個動作要不要做 要 但是你不要捨本足摸 本在這裡 你要把概念定義掌握清楚 類型掌握清楚 然後再進入概念的要件和效率 概念的定義和類型 它的重要性 會影響到你對於爭議問題 你能不能夠有一個基本的看法 而不會偏頗掉 回到概念的定義 所有的概念的定義 你要把它掌握住 你一定要把它掌握住 法律系的同學 包含以前我在內 定義類型 看丟一邊的什麼東西 不會考 不會考就不要念 這反而是多麻布的功夫 把它掌握住之後 你從這個角度去看 後面每個東西的結構 你會比較清楚 那是我提供給大家 提供給大家的 那還有一個東西 你注意一下 在程序法 在法律的其他規定裡面 如果你在定義類型要件效率以外 你發覺還有其他的部分 比如說像程序法 就有一個程序規定 可以嗎 那你就要特別注意 它要嘛就是特別重要 要嘛就是特別不重要 什麼叫特別重要 放在定義類型要件效率以外 還有其他 那個其他的部分是什麼 是學術和食物 大家怎麼樣 對話的焦點 而且是考題立屆事件 很密集的地方 那那個地方 那這個單元 它的重點 一定在其他 而不在定義類型要件效率 如果沒有其他的話 那這個單元重點 一定在一二三四 定義類型要件效率 好這是提供給大家 你可以拿這個東西去看一下說 每個單元它輔助的重點 那如果你看到一個單元 它定義類型要件效率 其他都有 而且都有考過 那個單元一定是 這個學科重中之重 像什麼 如果你學行政法的話 行政處分 我們定義類型要件效率 然後其他 有什麼行政處分的廢棄 行政處分的付款 有沒有 如果你考 你那個行事訴訟 你們有那個行事訴訟 把強制處分 哇 第一類型要件效率其他 統統有 還有什麼 你考什麼的 官務特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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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務特考有強制 我知道 官務特考有強制 官務特考 官務特考有些關稅法規對不對 你照這樣玩 一樣玩得出東西 一樣玩得出東西 好啦 那回過頭 你了解之後 以後我的體系架構 就照這樣去建立 就照這樣去建立 所以現在要跟你談 強制執行這個概念 第一個我們就來談 強制執行的意義 什麼叫強制執行 好 開始 我們就開始進入我們 這次的課程內 所有強制執行指的是 指的是 債權人 依據執行民意 好 債權人依據執行民意 好 夠點 申請執行機關 好 債權人依據執行民意 申請執行機關 好然後呢 對債務人施以強制力 好 對債務人 好對債務人 去施以強制力 然後呢 以強制其履行債務的一種程序 好 以強制履行 強制其履行債務的程序 好 這個程序 我們就稱它叫做強制執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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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isted